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设备精良 拥有高素质的管理及专业技术人才 具备雄厚的生产技术能力 机械加工能力 以及重大成套设备系统集成能力 齐姆公司香港联邑工程公司成立于1961年 从70年代开始 凭借企业自身优势及国际先进技术 开始发展环境卫生工程项目 并于90年代引进澳洲先进固体垃圾处理系统技术 核心业务有机械工程 机场工程 建造工程 环卫工程 工程服务 并成母公司50多年从事大型环卫设备研究和制造的先进技术和丰富经验 珠海联邮不断引进高素质人才和工程技术人员 大力推行ISO-9000品质管理体系 公司通过ISO-9001-2008 ISO-14001-2004 OHSAS-18001-2007验证 多次被评为广东省首合同重信用企业 3A加级中国质量信用企业 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 总公司被香港政府环境局评为粤港清洁生产伙伴 珠海联邮融合国际先进技术 自行开发研制出居于国内领先水平的垃圾压缩转运系统 分选系统 自动收集系统 综合处理系统等设备 并拥有多达20多项专利 在北京2008奥运期间 以优质产品及优质的服务 被北京奥组委予以高度的评价及荣誉 一直以来是中国环协会常务理事单位 在全封闭式垃圾压缩转运站的设计 制造 安装及售后服务等方面 居于国内同行业之领导地位 珠海联谊凭借坚实的技术力量与丰富的环卫工程经验 先后为厦门 北京 青岛 长沙 烟台 上海 桂林 深圳 林仪 昆明 杭州 西安 广州 南宁 武汉 成都 合肥等城市 设设计建造了大中小型垃圾压缩转运站1000余座 提供日处理20吨到4000吨转运站系列压缩成套设备 技术实力居全国首位 是环卫工程设备制造知名企业 1998年 珠海联谊为厦门建设了全国第一座大型全密封垃圾转运站 日处理垃圾达1000吨 2005年 珠海联谊建设全国最大垃圾压缩转运站 长沙市第一垃圾中转处理厂 日处理量4000吨以上 2010年 珠海联谊为北京大兴建设全国第一座大型分选垃圾压缩转运站 日处理量达600吨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城市人口不断增加 城市规模扩大 每天产生大量垃圾 城市垃圾的处理已成为困扰城市发展的难题 目前垃圾的处理的方法主要分为 一 填埋处理 二 焚烧处理 一 填埋处理 垃圾堆放填埋处理是一种最通用的垃圾处理方法 但垃圾堆放会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产生臭气 同时大量垃圾污水由地表渗入地下 对城市环境和地下水源造成严重污染 且土地面积严重不足 最终填埋处理将会被淘汰 二 焚烧处理 焚烧处理是将垃圾置于高温炉中 是其中可燃烧成分充分氧化的一种方式 但是 由于垃圾含有某些有害物 焚烧产生有毒气体二恶因 造成二次环境危害 严重影响人类身体健康 珠海联邑工程 专注垃圾处理工程技术与设备的创新 2014年 公司与海外专家合作组建团队 发展生物沼气项目的设计和建造 利用城市垃圾生成沼气并加以利用 不仅能够解决城市垃圾处理难的问题 同时也缓解了城市能源供应紧张的问题 低碳环保 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联邑生物沼气工程 节能减排 能源再用 环保垃圾处理系统 垃圾车把垃圾卸载到垃圾收集装置 垃圾进入分类设备 进行细分垃圾类别 垃圾分类为可回收物 有机物 不可回收物 垃圾分类后按类别进行处理 可回收物 例如金属制品 塑胶 纸张等可回收再用 其他不可用的垃圾 进行无害化处理 有机物进入发酵装置中 利用生物发酵等工艺 对有机物的处理后 产生沼气 甲烷染料 产生的沼气净化后 储存利用 沼气可做生活燃料使用 例如煮饭 包水等 沼气同时可用于发电 为人们生活提供所需的电能 实现高效资源再用 节能减排的目的 有机物处理后 处理后剩余的沸水 进入净化处理装置 进行净化处理 经过处理后的沸水 变为净水 达标 可直接排放 有机物处理后 剩余的沸渣 进入固体热处理装置 进行热化 消毒等工艺的处理 经过处理后的沸渣 变为营养土 可为农作物 植物提供养分 实现资源再利用的效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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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